嗨,大家好,我是莉莉,越南姑娘 今天又回来了 那今天呢,我们在越南还是自己在家隔离第14天 明天最后一天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明天结束还是在居西隔离 我们这边隔离也不是说不能出门 就是你有需要的,对 就是去买吃的东西 那你可以出门买点 只能去超市菜市场和小便利店 其他地方除了上班啊 就不能就去公园啊 跑步什么的也不让你去了 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个病情会很快过去 大家可以回来那个原来的生活很正常的 像以前的生活 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在我评论下就问我 那个为什么我会中文 有个人说你中文在哪里学 怎么那么好 谢谢大家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中文还不是很好 但是我可以听懂 但是很多我想表达 但是表达不出来 所以在以前呢 做这个频道之前 我已经想了很多 我有点害怕 就是我怕我自己的表达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这边的有一些表达 跟大家当地人表达的中文肯定不一样 但是后来很开心的 就大部分的内容大家还可以看懂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 对我们外国人讲中文多多包容 好不好 今天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关于这个内容吧 说到这个中文呢 还是一个可能我一直这几年我一直想就是我学这个中文缘分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没有想过就是我以后会学这个中文 对这个事实话 后来呢因为以前有看中国电影但是没有发现自己很喜欢中文 后来呢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接触到中文的中国的文化也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在高中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学Korea的汉语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经常看韩国电影 欧巴马对很很帅 然后他们的电影那个就很让人感动很喜欢我们都都最新嘛 嗯但是啊喜欢是喜欢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在我们有几天要选择我们的大学的行业那我就选择了中文就仅仅短短几天我们要决认好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啊刚开始我要么是学日日语或者学嗯韩语啊对后来最后一个选择还是中文 但是到现在为止就啊学了四年和现在工作了三四年左右差不多有七七年八年左右我都没有后悔啊很很开心因为选择了这个对啊后来学这个中文我越学越发现就 就对这个中文很有兴趣很喜欢啊然后因为学了中文我已经啊教了很多中国朋友台湾香港对啊都很喜欢 然后去了中国旅游嗯所以一直都没有后悔这个嗯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嗯觉得自己的中文还不是很好嗯可以听懂大部分啊看电影看书啊打字都没有问题 但是也是会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就表达不到位啊对所以每一天还是不停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就是第一个原因也可以说靠 靠缘分来选择这个中文 然后第二个原因到现在我就知道啊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啊我很喜欢中国那么长的文化所以啊还是一直喜欢 然后也一直了解第三个就是我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让我就觉得啊中国老百姓中国朋友特别热情啊我很喜欢真的这个是说实话特别的喜欢啊 因为我去中国啊旅游嗯有四四了2015年毕业然后2016年是2016年才刚工作一年没办法去旅游 从2017年开始我是第一次去中国后来呢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都去了每一年都去中国一次 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去中国啊我越去越喜欢就是很喜欢了解中国文化很喜欢跟中国朋友交流很喜欢就是啊去去了解深入了解嗯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嗯特别喜欢啊平时在家我也看中国电影到现在中国中文已经很流利但是一直还在看电影嗯所以通过这个视频我也想表达 来一下我我的中文的在中国文化嗯对对中文的热爱特别喜欢然后通过这个视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有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边啊没有很很多的了解所以会有一些误会就是想大家会问我这边的管西花和我们越南有没有区别很大嗯对这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区别很大还是小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对管西那边我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会有方言 但是不管啊大家讲普通话还是方言那大家也就是讲中文写出来的就是中文而我们越南人的话那我们会讲的就是越南语对我们写的越南语就是拉丁文字 所以跟中文还是不一样但是呢所以跟中文还是不一样但是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越南语有一些发音的发音出来有一点像广东啊 广西那边的发音啊像中文的发音啊来例如是公安公安对公安那越南语叫公安对公安啊还有一个就是感恩感恩啊中文的意思就是感恩 感恩那我们越南语叫感恩对所以会有一些小部分的发音还差不多但是呢他的嗯那个写的写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会有一些了解我发现这几年呢也是会有一些朋友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越南语可能是因为大家想以后来这边的旅游会方便一点或者为了以后来越南的发展对 嗯其实呢越南语不难学对也很好学嗯只是大家反正学什么外语的话那大家也要要多努力嗯多把时间放在他对嗯而且啊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找一个当地的朋友多跟他交流很多多多跟他交流 就这样大家才那个啊很快进步因为我从我的经验来我在大学学中文四年但是呢我觉得我四年不如一年出来工作因为在四年当中我都是在学校跟朋友讲跟老师讲中文但是嗯只是上学的时候我们才用中文其他时间我们都回家然后就 因为因为在生活都是越南人嘛我们都是用越南语来交流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中文还不是那么好对然后从后来出来工作的毕业以后出来工作的我的那个工作程都要讲东文所以很快就进步所以我我发现学这个外语啊他的最重要的就是黄金对黄金嗯你要每一天要想办法讲那个你想学的外语 对然后啊越南语呢你我觉得可能你们发音有点难但是在现在在YouTube频道上面会有很多人在教越南语大家也可以看他们的视频对嗯大家可以自己学嗯然后就那个下载一下啊越南人用聊天的软件啊然后在那边找越南人找越南朋友来聊天每一天跟他们聊天 那这样大家会很快就进步嗯好的那以后如果大家有需要学越南语的都可以啊私信给我联系啊我在这边可以安排那个教大家学越南语嗯好的今天呢视频就想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希望大家喜欢嗯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啊给我一个订阅点赞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拜拜下个视频见拜拜 拜拜